只要我們勇敢努力的繼續賣力前進 終會找到這中華民族的寶藏 我的演講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現在我們請四號選手上台 尊敬的老師們 親愛的同事們 大家好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學習中文的苦語樂 我出生在一個華裔的家庭 爸爸是第三代海籍華人 我記得生下不久 爺爺就給我取了一個想當當的中文名字 許富財 爺爺常常告訴我們 我們都是蓮皇子孫 雖然身在海外 但是中華文化是我們不能忘記的 所以我從上學第一天就開始學中文了 記得剛開始 我最討厭的就是寫這些複雜的漢字 一筆畫 簡直是畫畫呀 比起英文和泰文的字母 就是太難寫了 所以我每天都是最後才做中文作業 記得會感到又難又累 後來 後來老師耐心地教我 怎麼好好學這些漢字 也告訴我 許多關於象形字的來歷 比如日 山 水 火 是如何從象形字 演變成今天的漢字 我記得 慢慢地 我就覺得漢字挺有意思 也越來越喜歡學了 我記得一天早上 我這一天睡 腦中的響聲把我從夢中驚醒了 我剛吃完早餐 肚子突然疼了起來 我的媽媽擔心地問 你能不能去學校呀 我就想一想 然後答她 當然啦 就這樣 我還堅持去學校 因為我已經喜歡學中文了 我要把做完的作業交給老師 每天盼望見到中文老師和同學們 雖然學中文是很辛苦的 但是也有很多的樂趣 老師常常阻止我們 用中文來玩遊戲 唱歌 跳舞 猜謎語 背堂詩等等 還有更開心的是 每個第十二月份 我們的學校會參加 中國小團舉辦的 華裔青少年 尋根之路東陵營活動 去年 我和同學們都參加了這個活動 我還有機會代表 所有參加的華裔青少年 來做中文的開幕式演講 當我用清晰的發音 一揚頓作的中文聲調 來做那個演講 台下所有的人 都給我送暫時的目光 和如雷般的掌聲 那一刻我內心別提 好自豪 好驕傲啊 現在我可以大聲的說 我是一個合格的華裔子弟 楊黃子孫了 我喜歡我們的中文學校 更愛我們的中文老師 我會把中文學習堅持下去 謝謝大家 請五號選手上台 尊敬的各位評委 各位老師同學們 大家好 我叫林瑩婷 今天我要為大家演講的題目是 學習漢語的苦與樂 很多人談起漢語學習 似乎都有著這樣那樣的問題 在五年級之前 我也有著同樣的遭遇 我總是不能正確的發音 也經常寫錯漢字 我一直在想 漢字一定是世界上最難的文字了 這種思想一直陪伴我 到了五年級 五年級的第一堂中文課 老師並不急於讓我們打開漢語書 而是和我們聊燦爛的中國歷史文化 讓我們心中充滿了對中國的嚮往 從那開始 我便決定要學好中文 但是在我們心中 最多的還是為難的情緒 老師好像早就知道了我們的想法 便從發音語法方面入手 讓我們了解到 太語和漢語的差異 但是發音上面 太語近比中文還要難 老師還給我們講了一件事情 當時一個同學問到 老師漢字對外國人來說 應該是最難的了 但是老師卻說 每一個漢字背後都有著一個有趣的故事 比如聰明這個詞 聰字的左邊是一個耳朵 右上角是倒數的眉毛 代表眼睛 中間是口 代表表達 最下邊的是心 代表用心思考 連在一起就是說 一個聰明的人 不僅要能聽能看 更要善於用口表達 但是這種表達不能是隨意的 而是要用心的 孔子說 從三思而行 在思可異 便是強調用心的重要 但是能做到這點還不夠 因為還有個字 明 明有兩個部分組成 日和月 日是太陽 月是月亮 太陽每起落一次是一天 月亮每圓缺一次是一個月 在這裡所要表達的意思就是 聰明並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而是日積月累的堅持 這就是漢語裡的聰明 從這麼簡單的一個詞彙中 我們卻了解到漢語的魅力 以及深邃的中國文化 當我們心思打開 我們忽然發現 漢字是如此的生動 活潑和具有生命力 每一次漢字的旅行 都是一次心靈的奇妙旅行 我的演講結束 謝謝大家 請六號選手上台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我要演講的題目是 學習中文的甘苦談 我們都知道 即使是一個有著很高天賦的天才 但如果不愛學習 最終還會成為一個傻子 所以學習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喜歡學習 我最喜歡的科目就是中文了 我學中文已經快七年了 學習的過程中 有快樂的時候 也有痛苦的時候 但對我而言 快樂的時候往往是比較多的 我還記得 最近一次的快樂是我參加一個中文演講比賽 演講高手如雲 我肚覺得自己要落榜了 殊不知 我路過關獎獎 最後得到了第三名 讓我開心極了 當然 除了演講比賽 在班上只要每次考試 考了100分 我也會覺得非常快樂 我很喜歡學中文 因為老師會 教我怎麼寫男子 教我如何跟中國人聊天 教我唱中文歌 寫中文信 我想 幾乎所有和中文有關的各項知識 我的老師都教我了 所以我認為 學中文不但可以提高我的中文程度 還可以增加我的知識 讓我變得更聰明 不過 學中文也有苦的地方 當我記不住中文字時 當我學過的字 卻怎麼想 也想不起來 該怎麼寫 或是 聽懂了老師提的問題 但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這些種種都會讓我覺得很挫敗 最近還有一次 爸爸問我 空的中文怎麼說 我想不起來 就說我不知道 最後 爸爸就告訴我說 是玉米 其實答案很簡單 但我忘記了 因為沒有多複習 這一次的經驗 也讓我學分下氣 不過 這都是學習的過程 我們要在每次失敗中學習 並改正自己的錯誤與不足 我相信我堅持下去 我的中文一定會更好的 我的演講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我們請七號選手上台 大家好 我是七號 很高興能可以參加這次的演講比賽 今天我要演講的題目是 是學習中文的甘古堂 我書上在泰國 我的媽媽在我五歲的時候 送我去中文學校學習中文 因為我希望自己像爸爸一樣會說中文 現在學習中文和學習英文一樣重要 我在五歲時開始學習中文 並且今後我仍要努力學習中文 希望我的中文能夠白色乾頭更進一步 以前我並不喜歡學習中文 覺得中文很難 到了現在我已經學了四年的中文了 原來中文不是我想的那麼難啊 中文不是我熟悉的英文都用字母拼字 所以我除了學習拼音以外 還要學不一樣的中文字和使用神語 我常常因為聲音不準傷腦筋 有時候我分不出二聲和三聲 我覺得聽起來都一樣 真令人頭痛 但慢慢休息日積月累以後 就不以為苦了 除了這一點以外 我從來不覺得學習中文 出現痛苦的事情 我真心希望我的中文可以越來越好 等到我長大的時候 我想去中國當名末 或許也可以當空家 也許當中文老師 你想我的夢想會不會想真的 我想如果我努力 我的夢想一定會真的 行多支持我 今天我有機會站在這個舞台上演講 我要感謝爸爸媽媽和老師們給我的支持和鼓勵 我也想感謝這所學校給我這樣的機會 可以站在這個舞台上 我一定感到非常之好了 我的演講結束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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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請九號 九號選手上台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学习中文的干苦谈 入夜寂静无声 偶尔传来露水滑落屋檐的滴答声 终于想完了中文作业 温柔的发酸的双眼 望向向上一张张中文讲庄 突然四十五小水般胸涌而至 六岁 父母为了坚持华人的卖船程 为我选择了一所 已教授中文著身的学校 学弟弟道道的中文 七岁 由于讲话发音不标准 被男生哼堂大笑后 一手杀掉为虚的泪水 八岁 苦读至深夜 打着阿线 柔柔神众的眼皮 将目光头向自己学写的书法大字 三更灯火舞更基 亦是女儿读书时 九岁 在中文学习中神纪名列弦谋 屡屡被老师夸奖后 心欢怒放的心情 十一岁 一次次在中文各项比赛中展露头角 父母以女为荣的眼神 记忆 记忆犹如一幅具幅画卷 消失 锅茧 生365个 与中文共同哭泣 共同玩笑的日子 慢慢展开在我的面前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似乎理解了父母的良苦用心 终于懂得了一个个买头苦读的夜晚 没有虚度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亦没有没有结果的投入 只要心情的复书 必然将有干年的收获 我深知 我身体里流淌着华人的血液 那是剪不开割不断的心情 那是浓得化不开的血缘啊 我一生知 书山有路 行为尽 血海无涯 苦作舟的道理 夜静无声 心澎湃依旧 我的演讲结束了 谢谢大家 现在欢迎十号选手上台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学习中文的干苦谈 我是来自日本的一个中学生 因为日本文化和中国汉字 有很多院员 所以父母让我从小就学习中文 我的中文课从幼稚园就开始了 那时候我觉得中文很容易 因为写的汉字和日文都是一样的 就是要记住发音不一样就可以了 老师布置的功课非常容易 我一会儿介绍完了 考试我经常拿到很高的分数 爸爸妈妈和我都非常开心 但是渐渐的到三四年级 老师教的生词越来越多 要今天的恭喜也越来越多 考试成绩不想以前一直很高 而是有时候好有时候差 我变得一点不自信了 老师为了帮助我改变这种状况 上课的时候发明了一些课堂游戏 帮助我们记住那些人的生词 现在我要慢慢地自信起来 非常努力学习中文 除此之外 我也从课堂以外 有解了关于中国和台湾的文化 产生了极大兴趣 常常问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就会细细地给我感觉 原来语言和历史故事 有那么大的联系 就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 学习中文的秘密总快乐 谢谢大家 现在请11号选手上台 大家好 我是11号参赛选手 我今天很高兴能到这儿来 与大家分享 我学习中文的干预苦 我学习中文到现在有一年半的时间 而我的总班同学都已经学了四年的中文了 刚准到这个学校时 同学们都已经学到第七车了 第一节中文课时 我完全听不懂老师和同学们在讲些什么 一回到家 一回到家 我就很沮丧地对妈妈说 妈妈 今天在中文课上 我一直低着头上课 怕一抬头老师看见了 就会跟我说话 我又听不懂 妈妈 我是不是很笨 妈妈对我说 你不笨 只是 你比别人学得晚而已 听了妈妈这句话 我的心情才好了起来 可我突然想起 爸爸常对我说的那句话 不要拖累别人 我当然不想拖累老师和同学们 我跟爸爸上连后 决定去买第一车 到第七车的课本 还有毛笔带回家 从那天起 我就每天用一个小时来自习 一月学完译本 到了第七个月 我就赶上同学们了 我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 都在学下汉字 说中文 爸爸说 学的时候要大乘的读书来 你就会记得更老 过了四五个月 过了四五个月 我不知不觉的就听得 懂老师讲的课了 现在我的中文已经赶上班里 其他同学的了 不再低头上课了 每次中文考试 我都取得了理想的成绩 这让我感到很自豪 这让我感到很自豪 大家看看 学中文 没有你显现的那么难 对吧 俗话说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新人 只要不断的努力 一渐渐慢慢练习 就会成功 今天 我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要感谢我的爸爸 妈妈和老师们 是他们给我帮助和鼓励 无论这次 是否可以拿到奖杯 我都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努力了 我有勇气 去尝试了 我相信 功夫不负 有新人 我一定会成功的 我的中文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的演讲完了 谢谢 现在请12号选手上台 我们这一组的最后一位选手 各位评委 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 学习中文的甘土坛 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 从运制研究开始学中文 每个星期都会去上中文课 到了现在 我已经是七年级的学生了 小学的时候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中文老师 在课上 我们总是学得很开心 还会一起看喜泱泱和毁太郎 但是 随着我慢慢长大 学习中文变得越来越难 我在英文的国际学校读书 除了一个星期 两届中文课 其他时间同学们都在用英文沟通 而且 学习中文的生识 越来越多 语法越来越难 考试的时候 考试的时候 有时候会考得不太理想 我会感到的很沮丧 幸运的是 我的老师 帮我想了很多办法 我们用中文在做游戏 老师有时候会介绍我 好听的中文歌 我真的很喜欢 就想弄明白个词的意思 这样会帮助我写到很多中文知识 泰国的电影员有时候 会有中文的电影 比如成龙的电影 帮家的时候 我和爸爸妈妈和弟弟一起去看 老师说 这样在生活中的学习 会帮助我提高中文 也会很有意思 而且印象很深刻 不容易忘记 谢谢大家 接下来是中学组 台湾及大陆级的比赛 好的 现在我们移动到中学 台湾及大陆级的大陆级的大陆级 大陆级的大陆级 大陆级的大陆级的大陆级 大陆级的大陆级的大陆级 好 请问八号选手在现场吗 中学 台湾及大陆级 八号 上厕所 OK 好 那我们比赛就正式开始 請一號選手上台 各位評審、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我夢想的理想 我夢想的理想 我認為夢想這個名詞對我來說 是個奇幻又神奇的東西 因為每次在睡前時 我常常在想 我能做什麼 有時候我覺得可以當一位設計師 設計新東西發展到生命的效果 或者當個飼養者 養著各種動物 這都是我以前的想法 大概五、六年級時 夢想是我常寫的這文題目 有時候在想 每次到了寫作文的時候 大家都很安靜 只有我在那裡動來動去 像是一樣的 啊 啊 啊 但是 好像是 但是我看了以前大家的夢想和我的夢想是再生思考 到最後大家的夢想只是在想著這工作情多不多 或者這工作環境好不好 只讓大家的夢想一一退化 你後悔了人生不能再重來 當你老了你的夢想也沒辦法實現 反正重點是我想當個有用的人 例如士兵或長官 讓這個世界多一個有用的人 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我有時候在想夢想這個東西 好 我們謝謝一號選手 接下來請二號選手上台 尊敬的各位評委老師 親愛的同學們 大家好 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我夢想的旅程 提起旅程小時候的一幕幕如電影片段般在腦海裡浮現 忘不了爸爸背著我一步一步爬上萬里長城 忘不了媽媽抱著我在天安門城樓上拍照留念 現在我忙學業爸爸媽媽忙工作 我們都忘記了上一次旅行是什麼時候的事了 泰國假期很多 可是爸爸媽媽事情更多 我夢想的旅程是和爸爸媽媽一起游歷泰國 泰國擁有原生泰的海島 雄偉壯觀的建築物 獨居特色首府城池廣博的佛教文化 不僅如此 它還融合了東西方文化 穿梭於古代和現代 這樣的旅遊天堂 每一處都值得觀光玩賞 豈能錯過 我夢想的旅程是和爸爸媽媽一起參觀大黃宮 對佛寺拜佛祈福 我們也許只對皇家的歷史略有耳聞 對古老今生的佛教文化一知半解 可是我們用敬畏心去尊重它的歷史文化 用虔誠的心滿滿裝載對家人的美好祝願 國王和佛祝也會祝福保佑我們吧 我夢想的旅程是和爸爸媽媽一起遊玩普及島 蘇美島 在潔白無瑕的沙漢上視角漫步 一頭抓進兵力見敵的海水裡 而有一些遊來遊去 在燕影樹影下 躺在舒服的沙漢椅上 近看潮溪潮落 我夢想的旅程是和爸爸媽媽一起 白天逛街購物 品嘗各種美食和特色小吃 晚上月遊梅南河 仰望天上眾星拱月 星光璀璨 扶手欣賞兩岸美景 萬家燈火 我夢想的旅程有面朝大海 尊敬的平威老師同學們大家好 說起理由 有人喜歡風景雄騎的自然風光 抬頭看那千座石峰 拔地而起 如句筍奧紙蒼穹 低頭看那百條溪流 有彎年曲折